印度下一屆的國會大選 將從四月十九號開始 分成七個階段展開投票 目前由印度人民黨領導的執政聯盟 是已經連續兩屆大獲全勝 在印度教徒一面倒的支持下 執政聯盟勝選 幾乎是已經成了定局 而總理莫迪也渴望邁向第三任期 甚至是追憑首任總理尼赫魯 連續十七年擔任總理的記錄 選務人員帶著選票 分批前往偏遠地區 讓行動不便的伸仗者 以及老年選民 能提前以不在籍投票的方式 參與國會大選 正式的投票將從當地時間 十九號開始分成七個階段 每次在不同省份與地區進行 來確保投票的順利與安全 總人口站上世界第一的印度 今年的合格選民將近九億七千萬人 堪稱是全球最大規模的選舉 從二零一四年以來 訴求民族主義跟經濟發展的人民黨 就以單獨過半的態勢 連續贏得兩屆大選 而在印度教徒一面倒支持人民黨的情況下 莫迪邁向三連任幾乎已成定局 英文的日本時報甚至指出 現在已經不是哪個黨勝選的問題 而是人民黨可以贏多少 果真如此 分析家認為莫迪除了有望追平 甚至超越首位總理尼赫魯 連任近十七年的紀錄 持續推進印度經濟發展 執政聯盟也將有能力發動修憲 徹底改變未來印度的政治版圖 公視新聞許家仁編譯 公視新聞許家仁編譯 計劃發展 雲 愛 確 在